牛奶起司的高达 超級餓 而且很香耶 整罐牛奶倒進去 它伊比利豬也蠻嫩的 哇天啊 這個真的超邪惡 這是我這輩子吃過 最濃郁的伊比利豬 他們的牛奶起司鍋超級厲害 所以我是很期待它的牛奶起司鍋的 那我們趕快去吃吃看吧 Let's go 是他們那個菜單 價位蠻簡單的 就是兩種價位 一個是788元 然後一個是898元 如果是788元的話呢 就是只吃這一面的菜色 但是如果你加到898元的話呢 就可以吃到兩面 所有看到的食材都可以吃 全包了 對 我覺得也蠻划算的 898可以吃超多肉品 你知道嗎 其中很吸引我的呢 就是它的那個美國Prime級的 失事熟成牛肉 而且還是Prime級 你知道Prime級就是在 牛肉界裡面最高頂級的 但我有看到它幾樣海鮮呢 是讓我很心動的 有一個是天使紅蝦 哇 只要那個火鍋吃到飽有天使紅蝦 我通常會給很滿分耶 它還有大嘲笑 哦對 它還有日本生食級干貝耶 這個也是很頂級的食材 另外鍋底的部分呢 其實也有蠻多選擇的耶 你可以呢 在升級加價 有另外四種 有一個一定要吃的 就是瀑布起司牛奶鍋 幾乎每一桌都會點的哦 然後我們等一下可以搭配一個 蒙古辣味鍋這樣子 對 那我們就來點個鴛鴦鍋吧 好 那我們趕快點餐囉 然後呢 它每一桌呢 都會附一個大木盆 這個不就是裝沙拉的大木盆嗎 老闆是茶五盆不夠裝的 真的耶 有一些店家 他給的碗小小的就是怕你吃 他真的是不怕你吃的 這邊有很多自助吧的食材 也是可以自選的 那我們就拿一些我們想吃的吧 我們去我們吃高湯 有些加一些鮮爐 以及紋盒的 那這邊歡迎加入的是 我們要來 鏡頭的高達體區 可以搭配的蔬菜 肉餅 夾著一起去 阿塔玫瑰種族客的奶香味哦 這感覺就是要 非常愛起司的人一定會受不了 哇 我跟你講 剛才看它那個操作的畫面 真的超級 而且很香耶 我真的覺得這才是真正的起司鍋 沒錯 我跟你講 剛剛看那個畫面 我覺得點這個值得了 欸 它剛剛那個整罐牛奶倒進去的 因為外面一般都是奶粉 沒錯 所以我覺得多少吃出來會有差異 哇 這個應該是超級的香醇 就是濃醇香 但是我想要試試看肉品蘸這個的話 口感會如何 我們點了一個很高級的一體立豬 我們點了一個很高級的一體立豬 我先算一個肉片吃好不好 好邪惡哦 它這個起司很濃耶 因為它那個起司啊 它已經稍微有點快要凝固了 所以它會有點堪息哦 哇 天啊 這個真的超邪惡的 這個畫面 那我要整個塞到我口中了哦 這是我這輩子吃過最濃郁的伊比利豬 它的肉片啊 其實在那個起司鍋 真的蠻好吃的 因為它伊比利豬也蠻嫩的 很香 真的很香 這個天使紅蝦其實蠻貼性的 你看哦 它其實有幫忙處理過 有剪掉它那個頭了耶 所以它比較不會扎手 然後呢 它說它是有去那個長泥的 這個我覺得還蠻貼心的 海鮮 真的要煮牛奶鍋 蛤蜊煮牛奶起司鍋也是超級濃郁的耶 真的沒有看過這麼濃郁的牛奶鍋 小編真的很懂吃 你看 老闆請客就不一樣 小編一次點了這麼多頂級的牛 你知道他們是誰嗎 這個喔 是熟成的沙拉的 熟成版異的 熟成版異的 這個呢 牛小排 這個呢 M9和牛 很大片耶這個 好 那你要煮麻辣的嗎 我要煮麻辣先煮麻辣 不吃辣的人其實都可以接受 因為它是固定辣 而且要買時候酸的五秒都可以了 趕快送入你口中吧 好香喔 好軟喔 好軟喔 其實看得出來 你光夾我就有感受到它的肉質超級嫩的 因為老闆說他們是熟成的 熟成發酵過的牛肉啊 會比較嫩 就是那個肉汁全部都鎖在裡面了 可是這個辣度可以嗎 沒有不辣它是真的香氣啊 老闆有說他們這家店的麻辣鍋主要是吃它的香氣 我要來吃和牛 哇這個感覺也很漂亮 你看牛花 這個我想用起司來吃看看 奢華的和牛就要沾奢華的牛奶起司鍋 哇 要帶一點粉嫩色會比較 口感會嫩一點 奢華奢華這個有 我覺得光看這個畫面就真的超級餓的 它有奶香味了嗎 其實你還沒有沾起司它就這麼香的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點一種鍋 應該整個都是其次兩種鍋才對 一次吃兩種鍋不是比較划算一點 哇 還彈膝 還好它這個松扳豬是薄切的 你知道我之前去一個火鍋店 吃到它的松扳豬幾乎咬不動 因為它為了要做那個玫瑰花的造型 結果它切得超厚 然後我咬了10分鐘還在咬 這邊的湯頭如果不夠的話也是可以去的喔 包括這個牛奶鍋 它那個牛奶鍋的湯頭還真的就是牛奶 吃過一次啊 以後都想要來這邊吃它的那個牛奶起司鍋了耶 你看它的大小比我整個湯勺還大耶 真的很像生蠔的尺寸耶 好有口感喔 它的肉超多超juicy的耶 嗯 聽說呢這一盤全部都是名產對不對 對有新竹的海瑞貢丸啊 還有雞龍的魚角還有獨特 好那這個也都煮一煮吧 嗯它裡面的內餡很香耶 手工的喔 而且它外皮也是QQ的 現在來煮一下這個橡拔棒 其實它已經把它切塊了 不然呢它用枕子下去煮應該蠻可怕的喔 不講我以為它就是中捲小捲之類 或是花枝 就是QQ的然後又很有口感 它有一個食材也蠻特別的就是雞花 因為真的很少很少看到火鍋店裡面 有這樣子的一個食材耶 它的肉質屬於超級軟的那種 好 我煮辣味鍋好了試試看 這個雞花其實是用雞胸肉或是里雞肉呢 下去醃製的 所以呢像有一些人他不吃牛 有沒有 就可以點雞花 因為他說雞花呢 是那種不吃牛的客人很愛點的食材之一 它是雞肉嗎 等一下雞肉不是應該會有纖維感嗎 它是很軟嫩到一個極致耶 所以建大家必點 這個超好吃的 好美喔 建議大家不要浪費食材 因為如果你有在時間內吃完 也就是兩個小時內 更沒有浪費任何的食材的話 其實老闆會優惠20元給大家喔 我覺得還不錯耶 就是獎賞你不要浪費食物 所以提醒大家呢不要浪費食材 要把它吃完喔 好的我們已經用餐結束了 今天的用餐整體來說呢 感覺非常的好 我真的吃的超級的滿足的 它那個瀑布起司牛奶鍋 超級超級的過癮 而且讓我印象真的是 它刀一種甜的牛奶喔 這家店真的就是不怕你吃啦 只怕你餓到啦 ingredient 點ina 當然 賣 靈話 點俺 硬 點 烏